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我們 VisterChair 教英文的時間 那麼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有關於這個 被動的這個 投印疑問局的用法 那麼前次我們也講過 有關於這個 英文裡面被動許可使用方法 那麼特別是做裝在於 我們歡迎實態的介紹 那麼我們介紹到有八種實態 是可以用在 英文的被動 被動式裡面 那當然除了這個被動的 這個實態的運用之外 其實被動的 所使用方法非常廣 那麼還有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我們這個所謂的否定跟疑問 這部分也往往為很多同學 或者是學校在 教學方面比較舒服的地方 那麼所以我們今天 先特別來講到有關 否定跟疑問 接下來在 未來呢我們也會陸續的 介紹有關於被動式的一些特殊用法 像是這個受語動詞 或者是這個 改觀動詞 實語動詞等等被動 以及它的這個 什麼時候會審略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敗家 這個受詞的用法 等等它有很多很多它這個 被動的相關的一些 陸續的問題 我們也會在 以後呢 陸續的安排這個 把這個文法整個被動呢 介紹完整 好 那麼今天我們就針對於這個 所謂的 被動的否定跟疑問 來加以可惜 當然也希望這個影片 如果大家覺得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 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很快的接收到我們 最新最新的訊息的影片 好的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這個否定句的 否定與疑問的被動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先比較主動跟被動 那麼主動來講是主詞 s 代表主詞 s 加 do 加 not 那麼我們上次有講過 被動的時候一定是有一個 這個動詞一定是屬於疑無動詞 後面有受詞 那麼否定的時候呢 會出現 d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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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和死態 然後呢被動的時候 這三個呢會轉成 B動詞 當然 現在式就變成m, r, is 而過去式呢 就會變成 was 以及 work 那麼也就是說 這三個位置會轉成 因為被動裡面 比較重要的一個公式 就是一定是有一個 B動詞加 BPP 所以一旦你從這個 主動產生被動 你那個時候的這個 主動詞所用的被動 所用的否定呢 就必須轉為由 B動詞所 形成的否定 這一點特別之外 這兩個要先做轉換 然後呢當然這個 否定是一樣 not 但是呢後面呢 還多了一個 過去分詞 也就是原來 這個被動詞態裡面的PP 然後再加 by 加受詞 當然這個受詞就是原來的主詞了 主詞跟受詞的必須顛倒 這是被動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好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 否定句的 這個用法呢 帶進兩個例句裡面 我們看第一題 他沒有教我們 He doesn't teach us 那換句話說 我們沒有被他教嘛 對不對 倒過來 我們沒有被他教被動 所以剛剛說過了 出動詞 轉成必動詞 而現在是 當然就是 aunt 被教 taught 我們並沒有被教被他 We aren't taught by him 本來是 He doesn't teach us 變成 We aren't taught by him 我們沒有被他教 這是第一個 第二題 我沒有找到我的書 我沒有找到我的書 I did not find my books 換句話說 我的書並沒有被我找到 my books were not 我的word也可以說寫 不說寫 並沒有被找到 found find過去跟詞邊 I did not find my books I did not find my books I did not find my books that you my books were not found by me 並沒有被我找到 這個是被動詞 這個否定的 否定被動的用法 好我們看 那麼第二個呢 是我們講到 有關於這個疑問句的用法 那麼疑問句 我們知道有 這個有兩種 有一種是yes no 問句 有一種是 WH或HW的問句 所以我們分成兩部分 來介紹這兩個問句的用法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yes no 那麼它一開頭一定是 do that stick 的一問句 那麼我們看一下 它主動的一個句型 就是do that stick 因為我們知道 一般動詞的yes no 問句 一定是把助動詞往前 把助動詞擺前面 使得後面形成圓形動詞 這是我們在 國一的時候 國一下的時候 我們有學到這個 所謂一般動詞 那麼一般也是這次 國一在月考 一起考的 有關於助動詞的用法 do das 到國二的時候 會加上一個 過去式叫dig 那麼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產生了 一個圓形動詞 而變成被動的時候 我們剛剛一樣 我們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 助動詞會變成b動詞 助動詞的地方 會改成轉成b動詞 因為它原來b動詞叫pb 這個b動詞會往前移 就變成mr is was were 加上主詞 主詞當然就是原來的售詞 售詞會變成主詞 加上過去分詞 再加buy 再加older 原來的主詞 原來的主詞 被動的否定 就這樣形成bill 好 我們把這個公式 再進這兩個例句 來實際揣一下 比如說第一題 你昨天研讀英文嗎? did you study English yesterday? 你昨天研讀英文嗎? did you study English today? yesterday? 好 現在我們把它變成被動 第一個 助動詞變成b動詞 所以助動詞的did 當然就變成單數的話 因為這個主詞 受詞變成主詞 受詞變成主詞 受詞單數的話 我們用過去式的話 叫was 也就是原來是你讀 昨天讀英文嗎? 變成 昨天英文被你讀嗎? 就變成was english 好 被讀 被讀這個字是 規則變化 所以去外加愛音 就是was english studied by you yesterday 那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再練習一下 他賣這些 車嗎? 演習一下是 這些車被你賣嗎? 好 一樣我們助動詞 會變成b動詞 好助動詞變b動詞 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 他賣這些車 等一下主詞變成這些車了 所以主詞變成這些車是負數 當然我們現在是負數 然後用are these 主詞變成these cars 好 剛剛這邊有一個過去分詞 那麼sell的過去分詞 叫sold 這個地方 sold 被賣 就是 are these cars sold by him 原句叫 does he sell this car? are these cars sold by him? 就是把他主動詞倒過來 然後把助動詞的位置 改成b動詞 來代替這個叫做yes no 的 這個 這個被動的這個用法 yes no文句 好 那麼第三個 已經開始跳脫yes no 我們開始來從第一個 有分成who在手的一個文句 以及i what when will 等分成兩種 那為什麼分成兩種 因為 who經常在整個巨購裡面當主詞 所以在變的時候 他本身會被 這個who 本身是主詞 會被調到後面去 但是通常 狗呢 因為習慣都會把他 再搬回到前面的地方 因為他本身就是主詞了 而 wha2會呢 通常在用的時候 後面會有一個主詞 所以他本身這個字呢 沒有這個 移動到 所以把它分成兩種情 兩種情況來分析 好 那麼實際上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理所語第一個 主動呢 叫做who 後面放上動詞 他是直接who 本人就是當一個主詞了 所以who當主詞 後面其實出現動詞 後面叫受詞 那移的時候 who本身會被移到後面去 叫做by whom by whom 但是通常我們這很奇怪 所以我們把by whom 直接移到 因為移問句的關係 但是有兩種寫法 你也可以這邊寫who 然後把by移到後面去 那通常我們都是把by whom 整個挪過來 叫by whom 因為who的這個 受詞就變成who 因為它會移到後面去 再移過來變成by whom 那再加上當然就是b動詞加s 主詞加pb的 主詞加pb 好 那麼這個主詞 當然就變成受詞了 受詞會變成主詞 好 我們來實際try一下公式 因為公式 畢竟我們要帶進實際例子裡面 才能夠使得我們 充分的了解 好 我們來看 比如說以第一題來講 誰寫了這本書 who wrote this book 誰寫了這本書 那 這本書是被誰所寫的 by whom 移到前面去一邊 百分被誰 被誰寫 好 哇 注意 這個這時候的 book 就是變成的主詞了 變成主詞的話是單數 而且這個ros 過去是 所以變成百分 哇 this book written 這種問句幾乎 在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我們都會忽略掉 不管是學校或者自己在寫的時候 在學被動的時候 我們通常忽略掉這個 所以 WH或HW的問句的被動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要把它 這個 釐清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看一下 誰打破這個 這個茶杯 who broke the cup 誰打破這個茶杯 也就是說這個茶杯是被誰打破的 一樣 by whom 提到前面去叫被誰 by by whom 好 接下來要有一個B動詞出來 那麼 這個B動詞呢 我們看主詞 主詞是單數 而且在過去式的情況下 那當然就是was by whom was the cup broken 被誰呢 來給打破了 也就是 who broke the cup by whom was the cup broken 這個代話 非常重要 好 那麼第四個 用whut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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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在句首啊 這個是通常後面會出現一個主詞 所以我們把它歸類成一類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還是看一下公司 疑問句呢 加上2加6加主詞 加上圓形 加V加O 那麼一樣疑問句 疑問句 因為這兩個字幾乎不動 剛剛這個地方 它是因為它本身是主詞 一過來會變成by whom 但是這個地方疑問詞是完全不動 完全不動 因為呢 這個後面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主詞 在這個 who who 在what who who 等等這些呢 在後面會出現一個主詞 所以它是以主詞 這個來做一個 這個調 調動 所以它這個前面這個疑問詞 不動 不動呢 就會變成這個主詞 一過來就變成了 這個主詞 將原形的受詞 受詞 受詞就變成主詞 而主詞移到這邊來變受詞 而這個地方一樣 又有個B弄詞 加上VBB 也就是原來的 注動詞的位置 會改由B弄詞來取代 來取代 非常重要這一點 就是整個被 整個一個疑問 疑問 跟這個 疑問句跟這個 所謂的這個 否定呢 在原來注動詞的地方 都會改以B弄詞來做取代 但是比較複雜的是 你還要注意它的 單負數 以及它的實態問題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男人還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怎麼說呢 你什麼時候買了這個房子 where did you sell the house 何時買了這個房子呢 何時這個房子是被你買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樣 住動詞的地方 還有B弄詞 B弄詞呢 變成了 主詞變成了 原來壽詞變成主詞 對 房子 房子是單數 所以was the house where was the house 什麼時候 house 那麼被賣 剛剛我們提到的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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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賣好 by you 好 這第一個 也就是 when did you sell the house when was the house sold by you 何時這個房子被你賣 好 最後一題 我們再看一下 在英文中 你會怎麼稱呼這個 what do you call this in English 我們在用語言 一定要用in 非常重要 你怎麼稱呼這個呢 用英文來講的話 好 現在是what 這個東西是怎麼被你用英文來說的 當然主詞就變成了this what 單數 而且現在是 what is this code code 被稱呼 這個地方是規則變化 所以它是直接的AD code 然後呢 by you in English 其實以後我們會說到 像這種所謂的代名詞 不特定任何人 其實這個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我們繼續可以簡化成 what is this code in English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有關於 這個所謂被動式裡面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們 這次的這個被動系列的一個文法 第二集 我們提到有關於否定與疑問的被動 那麼 否定與疑問的被動 最主要的部分呢 就強調在於 它的這個原來柱動詞的位置 該以B動詞來取代 而必須把主詞跟受詞作為一個對調 比較特殊的是有關於WH問句的部分 它分為一個who以及其他的WH跟HW問句 因為who本身當主詞 所以調動過程裡面會被 you by whom 調到前面去 調到前面去 出現一個by 這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主詞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於 被動時代裡面的這個 非常重要的部分 包括英文的分析 希望怎樣可以這個分析呢 能對大家 朋友或者是這個同學 能夠在這個英文的學習上 能有所幫助 希望呢 這個也不用了 如果能夠繼續支持我們這個頻道 用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並呢隨時開啟小鈴鐺 以隨時隨地 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訊息 影片 謝謝 期待下次見